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都需要不同规模的装修工程 将空间度身定造成合适的地方 装修工程纠纷的时候 有听闻 例如施工质量 烂尾问题等等 令户主蒙兽时间 和金钱的巨大损失 有时还会闹上法庭 究竟遇到问题 如何可以合法 合理 终止合作 扣座无门的时候 可以找谁帮忙 其实大家知不知道 有一个行业可以帮到大家 就是专门处理工程纠纷的公正行 在香港装修的数量有很多 从而引发了不少装修纠纷 包括装修烂尾 工程延五 和装修施工质量的问题 还有些滲漏的问题 和一些租墓纠纷 都是我们常处理的情况 我们公正行 公正行作为专业独立的第三方 会为以上装修问题进行分析 评估员工比率 和看整个工程问题的成因是什么 从而也看承办商 究竟有没有按照行业标准进行施工 公正行提供一个专业公正服务的机构 而公正行的专家 会根据事实和证据 客观和公正感赞写公正报告 所以专家在整件事里面 是发挥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公正行作为专业独立的第三方 他出的专家报告 是可以作为法庭呈堂成功之用 香港不同法庭 包括小压前债庭 地区法院 高等法院 或者仲裁庭 只要他们处理的个案 是牵涉工程糾纷 很多时法庭都需要公正行 去出专家报告 去协助法庭作出判决 公正行可以帮委托人 去守护自身权益 我们会通过事前的调解 以及在诉讼的时候 去提交公正报告 希望可以帮委托人 去达到公平公正的解决方案 从而保障我们的委托人 可以在整件事里面 得到他们应得的权益 公正行在装修工程上 能够提供装修九分的专业评估 确保施工质量和员工比率 作为中立第三方协助解决九分 提供渗水源头 检测和损失评估报告 帮护主处理装修九分 并且建议护主如何合法 合理中止合作 我们的服务范围主要是做工程糾纷的检测 以及做渗留的评估 一般处理工程糾纷 包括我们去兆市的现场 去检测完成的施工质量 计算完成度的比率 以及计算完成度相等的价值 从而协助户主 可以得到事前的调解 甚至协助法庭上的追讨 至于滲漏问题 我们会去兆市单位做滲漏检测 从而计算因为滲漏而制造出来的损位评估 而不论工程糾纷或滲漏检测 其实我们所出的报告 很多时都要在法庭合用 所以我们公正行专家 很多时都要去法庭做专家证人 而我们的服务对象 大概七至八成都是独立的户主 至于两至三成 就是商业用户或政府部门 一般公正行检测主任 都要求到大学的学历 因为写公正报告都不容易 除此之外 最好他们都是四大学会会员 包括工程师学会 建筑师学会 工程监督学会 和策略师学会会员 除此之外 他们绝对需要有资深的工程经验 才会对各方面的工程知识 了解 包括风火水电 油漆 木工 泥水 家私等等 另外都需要有前辈带入行 才更容易可以 掌握到社工正报告的技巧 市面上的工正行的确不是很多 但总也不太认识工正行是什么 所以我们会愿意提供免费的咨询 了解他们的需要 因为很多户主在遇到装修豆粉的时候 其实他们都很徬徨 所以我会比较内心听他们的需要 看看怎样可以帮到他们 加上我性格比较主动 所以我都很愿意面对问题 和帮他们处理问题 所以这么多年来 在市场上累积了不少口碑 这个行业的需求非常大 所以我对前景都很乐观 因为我们的客户包括独立客户 商业机构或政府部门 我们会帮助審试各承办商 究竟有没有跟着合约去做 以及有没有违反工程上的 商品说明条例 工正行是帮手解决问题 所以只要有工程就有机会有陡分 工正行就作为独立的第三方 去介入协助解决工程问题 一般遇到工程糾纷 未能够初步处理 就可以邀请工正行加入协助 很多时候 户主在这些时候都会比较彷徨 很多户主担心当个装修难尾之后 究竟何时请舊的装修公司离场 或者何时有新装修公司接手 一般当工正行进场检查之后 就可以找新公司接手 一般我们塞到查询之后 大概两三日内就会去现场做检测 检测之后 大概三四星期就会出公正报告 而在这时候我们都建议 互助可以寻求法律上的支援 当然我也希望 雙方可以通过看完公正报告之后 可以达致和解 那就不用在法庭见 最常见工程痘分当然是工程烂尾 施工质量问题和工程延误 最常见是户主和装修公司 在合入没有写明员工日期或工程 如果员工不到的话 法则是什么 最吃抵当然就是户主本身 有些例子是装修公司根本不懂管理 可能判头只是熟悉工程一至两部分工程 接单工程判上判 在不懂管理工程的情况下 很多时工程会错漏百出 損失亦是户主本身的 还有些例子在工程上如果出现问题 但装修公司是没有欺诈的 亦不属于刑事 如果这间是有限公司 户主可能大可以收拾公司 就逃避责任重新开公司做生意 除此之外 还有各式各样的奇难杂证 包括 握定金 难尾 二不离三 延迟交收 往往都会出现工程错漏百出 手工质量货不对版的问题 最常见就是户主给了定金 大概四成工程费用 而装修公司只做了少量工程 可能大概两成 就叫户主给额外中期费用大概五成 装修公司拿了九成工程费用 然后就消失 所以最伤的就是户主本身 工程施工假设乘落四个月 但过了三个月都未完成水电 所以整体每个工序都拖慢了 所以最终整个工程员工都很大机会 在施工方面出现错漏百出的情况 手工问题 尺钻问题 傢俬质量问题 而另外一些例子 包括装修中期才发现泥水师傅铺砖高低不平 令到有刮手刮脚的情况出现 水浸算位报告例子 包括试过有单位公家水口倒灌 又或者单位淡水或咸水水管日久失收爆裂 令到水浸 甚至是香港常见的问题 工程行会用专业仪器 包括湿度机、红外线机 去检测浸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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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工程行的检浸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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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浸 從施工和物料公正方面 很多時獨立客戶或政府部門 例如海關等 都要求我們為工程質量或物料質量 去做分析和檢測 看看這些物料有沒有違反商品說明條例 若訴諸法律真的要開庭的話 雙方都很大機會需要找公正行介入寫公正報告 公正行的專員會客觀和公正地根據事實去寫公正報告 當然很多時未必能夠到單位檢測 我們會按照委託人提供給我們的資料 包括相片和通話記錄協助我們贊寫公正報告 從而協助法庭作出公正判決 如果訴訟得值 法庭會按情況判決法庭費 包括公正報告費 工程公正行的出現 和合作糾紛 工程質量交收等問題 食食相關 只要有工程糾紛 很多時都會需要到獨立第三方的公正行幫手 分析賠償金額 出庭作證 以及建議怎樣可以合法 合理 終止合作 公正行提供公正和專業的評估及調解服務 協助爭議雙方達成共識 解決問題 以後大家遇到工程裝修的問題 就知道可以找哪個行業幫手了 入庫中心協助 除複雜 入庭 入庫中心協助 除複雜 入序中心協助 入序中心協助